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地灰春 夕央央 白花开吧 永远的仁儿来相会 来要么唱歌风秋花 风秋花 仁儿成嘴 鸟儿成双 一片好景象 爱也深情也长 痛甘苦共怨难 永远的仁儿心相依 相依相为不分散 来个猫风秋花 风秋花 永远的仁儿心相依 相依相为不分散 来个猫风秋花 风秋花 永远的仁儿 永远的仁儿心相依 你鬼鬼睡得躲那里干吗 谁鬼鬼睡一睡的 我是来找九怀妹妹的 我看不是吧 是找她哥哥的吧 你 如果你承认我没有说错的话 我就把你继续叫她 不然我就不管你 你还敢胡说 我天哪 我打不打你 男女受到不起感 不能在这边碰我了 我才不管你 是男是女的 还胡说 君子动魂少人才动手了 哎呦喂 救命呢 哎呦 救魂姑娘快救命啊 哪有救人吧 一直扶扶我 不要碰我 哎呦 妈 翠姑姐饶了她吧 哇 九怀啊 她呀 我又没说错 哎呦 没说 小蓝猪 还不快跟翠姑姐陪不试 好好好 陪李陪李陪李 你呀 下次还敢不要胡说了 不敢了 再胡说了 我才饶不了你了 你跟哥哥的事也休想我再管你 哼 好 你别让我胆着 胆着啊 真拿不了你 干什么 小蓝猪出了什么惹你生这么大的气 她那个淘气鬼啊 还会说出什么好话来 你既然知道还跟她去计较 你是在找我的啊 哎 不找你找谁啊 那可不一定啊 也许 讨厌 你怎么跟小蓝猪一样了 我真要生气了 好好好 我说都可以了吧 你找了什么事 村里的姐妹们啊 叫我带个口信 问你啊 是不是把她们给忘了 我怎么会呢 最近我 哎 来 帮我屋里去 哎 姐妹们在等你 上你屋里干什么嘛 干什么啊 笑鸳鸳啊 他好天啊 你跟她打丫头 干什么呀 小蓝猪一样 这边怎么在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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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蓝猪一样 干什么事啊 你没头擦你做的 你看她们嘛 小姐 小蓝猪好坏啊 她作弄我们 你惹他们了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你说 你怎么惹他们了 你看看人家 好吧 我说 哎 又没有什么事情 你叫我说什么嘛 你还说没有啊 我们在那儿玩得好好的 你干吗吓我们呢 是吗 害我们吓得魂不附体的 叠的叠 摔的摔 他呀是热得哈哈大笑呢 小蓝猪 你怎么吓着人家了 爸 我求不及了 我又不是安不去嘛 你说你怎么吓着人家了 你怎么吓着人家了 你怎么吓着人家了 救命 救命 这条 哎呀 小蛋猪啊 你只哼哼哼哼 我怎么能安心来练字呢 人家痛嘛 痛 那是你自找的 我吃这些苦还不都是喂你吃的 喂我 我叫你去招他们惹他们的 不是他们 是大师哥 大师哥就看你不顺眼 没事就拿我出气 怎么会呢 你还看不出来啊 看出什么 他呀就是看你不顺眼 没事就想整整咱们 早晚会把我们俩也赶出水月山庄 怎么会嘛 大师哥呢是不够言笑 对咱们两个是严厉一点 可是我觉得他人是很直爽的 你是人在祸中不知祸 小蛋猪 不会说不要乱说 什么人在祸中不知祸 应该说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我没有念过书了 我也不懂那么多 不过我只知道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信看着好了 大师兄啊 要整咱们两个冤枉 早晚会把我们给盖出去 来 师父 好 好一笔砍书 多谢师父夸奖 从自己上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小月 你的自己 虽然是落笔流畅 如行云流水 却嫌不够 苍尽有力 所以为师啊 决定要从你的武功上 好好地打下基础 以补先天之不足 谢谢师父 嗯 这几个月的锻炼 你能熬下来 非常难得呀 小月 你有没有感觉出 这些日子的锻炼 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完全不同了 这几个月下来啊 不但吃的多呀 睡的也好 而且精神也特别的旺盛 哦 好 这常言说 修身犹如修育 屡之成器 弃之完食 好自为之 那嘴 一点都假不了 这拳脚无眼 刀枪无情 这万一要是一不小心 出了点差错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回老附近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 小的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想要学武 登门拜师 可是没练两天 就差一点摔半了腿 从此以后 是再也不敢进武馆了 变得海呀 倒是看不出来 你块头很大 胆子很小啊 大妹子 练武这玩意儿 可不是儿戏啊 达王爷从小就养尊储又惯了 这种苦他哪吃得了啊 说得是啊姐姐 咱们王府有这么多会舞的家将 也用不着达王爷去练武啊 老福晋 练武吃点苦 倒散不了什么 万一失手受了伤 断了胳膊 断了腿的 那达哥哥岂不是要报汗终身了吗 说得是啊 达达这个孩子 就是不肯顺住 上回为了练武的事情 我一生气就不准他出王府一步 结果呢 大妹子 以我看啊 您呢还是最好 给达达把这个亲事给定了 让他安下这个心呢 免得他往外边乱跑啊 哎 姐姐 旧老爷说得没错 男大当婚 镇女大当嫁 达王爷的年纪 也已经老大不小的了 早该把他的亲事给定下来 你们说对不对呀 哎 哎 你好 那那那那我的事呢 你小啰嗦 你的事儿 得等达王爷的亲事定了 才能轮到你呀 嗯 妹子 哎 只要有合适的对象 达达和吉吉的婚事 我都会给他们办 啊 啊 还是赶快 靠谢老福尽 哎 谢老福尽跟姐 快请着吧 谢老福尽 哎 哎 大妹子 哎 您刚才说 那合适的对象 以我这做这个老哥哥的来看 这达达跟淑芳 他们俩相配 那再合适也没了 爹 对 对 这达王爷 要真能娶咱们方哥哥 这不单是亲上加亲了 而且是天生一对 地生一双 可谓是株连碧合 家喉天成啊 那那那我怎么办呢 哎 姐姐啊 淑芳这孩子 的确是一个好媳妇 可是我们吉吉也不错呀 有道是 人有人才 文有文才 琴棋书画 吹打弹拉 外带养养养养养 娘 那养养养养养养 你怎么说 他们不喜欢这吊吊 而且他们说 那不是好事啊 嗯 亏得你自个儿知道 娘你看 这挺好的事 让你给弄坏了吧 这不一定啊 你说不定 这淑芳 就喜欢你这吊吊呢 淑芳啊 你自个儿的意思呢 老福晋做主就是了 啊 让我替你做主啊 回老福晋的话 咱们方哥哥是不好意思说 其实方哥哥的小心眼里头 就只有达王爷 不 就只有达哥哥一个人 方哥哥 这回小的没说错吧 哼哼哼 淑芳啊 这会儿 这儿没有外人 妈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你达哥哥呢 好 你 你就快说 你快回话呀 你不说 这个老福晋怎么能替你做主呢 娘你看 你看 她答应了 都是你弄咋的 淑芳 你上哪去呀 我 我跟达达一样去练舞去 哎呀 淑芳 你上哪去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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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来, 伟手要用力 你, 舍,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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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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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哥, 大师兄, 快, 带他们两个来 是 看好啊 让我挺直 停 看看 你怎么做 没吃饭呢 怎么一点力气没有呢 向前科 大叔 好 谢谢师父 好 童老爷子 嗯 他的手会不会断啊 不会 还是是骨头脱臼 倩膏呀过两三天呢 就没事 哦 谢天谢地 你这手要是断了 回去我这条小命哦 小蛋猪 你俩太过分了 同一天就出了这种事 师父 其实也不怪大师哥 只怪我自己不小心 哎 不管怎么说 他有责任 师父 不要记得说起 我自有主段 他在做什么 都是你多嘴多舌的 白就是嘛 他听到人在那边逮机会 逮着机会就整你 不要胡说了 不说就不说 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 吃苦的不是我 是啊 哎呀哎呀你 苦的来了 你吃苦的吧 哎 小蛋猪 上回你不是要喝莲子汤吗 这碗 是老后人特赏你的哦 哎哎哎哎 不不不 这不是我喝的 是他喝的 好久了 已经没事了 嗨 就黄姑娘 刚才你没记得在那边 哎呦喂 哎呦喂 哎呦 你一进来这是不要而喻啊 你真的比鲜蛋还灵啊 哎 好了 这才是鲜蛋 快喝了吧 我已经没事了还要喝吗 这是我爹家常秘方 专制内伤的功能通气活血 喝了会复原的快点 不喝成吗 一定得喝 这是小姐亲自熬的药哎 哎 那你是非喝不可哎 嗯 嗯 好苦啊 嗯 好苦啊 良药苦口 快喝喝吧 好 这个就叫做啊 是的 苦中苦 嗯 你苦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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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说 你出手这么重这么狠 别说他不会舞 就是行家也受不了 爹 我这恨铁不成钢 我出手虽然重一点 但是也是为他好 为他好 你是你这一长有多重啊 差点是伤到他的骨头 你这处罚啊 哼 我看你是存心在等他 爹 我不是存心的 你还强辩 啊 你要是把他打成残废了怎么办 我对他父母怎么交代 我们同家一向是 是忠厚传家 以善心待人 人家才相信咱们 才把儿子送了 将心比己啊 我要是把你送的投资决意 把你打伤了回来 我这个做父母的伤不伤心啊 爹 我看他 根本就不是沉浸来学艺的 你胡说 哎 你心里怎么总是如不下他 啊 你 你的眼光难道比我还强啊 我要不是看他存心仁厚 天之聪明 我怎么会收他做官门弟子啊 爹 孩儿实在不懂 为什么爹 处处都要对他特别的偏爱你 你呢 这次是你的不是 你下次去陪陪我 啊 你你你下次再犯错 我绝不饶你 爹 好 你不要再说 那还有理吗 他发什么了 快去啊 师父 师父 他刚吃过药 现在我们要回去休息了 哦 也好 你要回去休养也好 哎哎你先坐 好 师父 有大师哥在 徒弟不好做 你也坐去 是的 这个常言说呀 是非要分明 赏罚要公平 这次 呃 是羽亮 出手太重 是他的不是 不师父 是徒弟的不是 不能怪大师哥 所谓爱之身择之妾 只怪徒弟太笨拙了 他都把你打伤了 你还帮他说话 小蛋猪 你不准说话 这所谓同传过渡前世修 小月 我能够收你做我的关门弟子 这也是缘分 啊 这羽亮是我的儿 也是你的大师哥 我要你们师兄弟如同亲兄弟一样 羽亮 对 小月 师父 你们二人从今以后 要兄友弟公互亲互量 如今在师门里 要相亲相爱 学门修 将来 也要愁甘故 共患难 我要你们永远记住 守足之情 兄弟之义 是的 是的 师父 嗯 还有一件事情 善待九皇姑娘 定尊敬大师各位兄长 好 嗯 杜塔 大王爷 大王爷起来没有 回老附近的话 大王爷早就起来了 马上就来给您请安来 是 今儿个请了几位大夫 回老附近 大王爷吩咐小的不要再请大夫了 休养两天已经好多了 别听他的 大夫照请 要还是要吃 是 大王爷到 老夫进去一下 儿子给您老人家请安呢 大王爷请安 请安 不大王爷坐下 达达 伤势好一点了没有 已经好多了 再休养两天就完全好了 哦 达达 投师习武本来是件好事 要是伤了身体 那可就不值得了 这次是儿子不小心才受了伤 以后儿子会特别注意的 哦 儿子的意思是说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 不能够半途而废 嗯 达达 童大爷 对你好不好 教的好不好 师父满腹精伦 文武全才 可以说是一位 人寇的长者 对儿子更是 爱护备智 关切有加 你看起来啊 比对大师哥还要好得多呢 大师哥是谁啊 就是师父的儿子 啊 他的儿子 童大爷是言而有信的人嘛 他发过誓 不说出达达身世秘密的 嗯 我该相信他 童大爷真是个好人 哎 达达 你是该尊师重道 是的 救老爷到 方哥哥到 老夫俊吉祥 多起了 救老爷吉祥 大王爷吉祥 救救吉祥 方哥哥好 大叔爷好 大王爷 听说你受了伤啊 哎 书房一夜没好睡 哎呀 吵着要来看您呐 哎呦 这请什么内科大夫 又找什么贴打损伤的 又问什么骨科医生 哎呦 编的还 哎 小的在 这哎 是 哎 启禀大王爷 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老爷跟方哥哥忙了一夜 特地送来几分最好的药材 哎您瞧 好 这是指疼的 这是河血的 这是专制跌打损伤的 这是制伤筋折骨的 这儿还有 是提神的 这个是养神的 舅舅 我受了这么点小伤 还要你那么操心呢 哎呦 这我倒没什么 哎呦 倒是累了书房了 书房 要不是舅舅提起 我还忘了向你道谢呢 大王爷爷 只要你早一天看护 我就安心了 七分大王爷 这儿是小的 特意孝敬您的 这是我们汴家 三百年前祖传立方 特意调制的 专制跌打损伤 伤一次吃一颗 伤两次吃两颗 保证有效 您可以把它带在身边 这儿叫有备无患 好了好了 变大海 你叨叨唠叨什么呀你 有完没完哪 是是 小的完了 小的说完了 事情是这样 妈 您看 打哥哥这阵子瘦多了 您不心疼吗 练功习武本来就是一件苦事 能吃苦中苦 防为人上人 要想有成就有成就有作为 首先就应该锻炼吃苦 好一务劳 会害了一辈子 挑战 几杯 听到这儿 几姬 可主 怎么不进来啊 几杯 老夫进那请您哪 知道了 老夫进劲一下 今儿给您请安了 起来吧 谢谢老夫妻 你有什么事吗 这个 我来看达哥哥 我说 大妹子 您这话说得是不错呀 可是 这个达王爷是为了练武 伤了身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呢 是都要仰仗着达王爷呢 所以依我看 最好这个练武 还是不去的好了 是啊 这 达哥哥一走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要吃苦 哪都可以吃苦嘛 为什么一定要去练武拼命呢 对对对 邦哥说得对 那这我啊 就有先见之谜 那这我娘叫我去练武 我说什么都不去啊 你瞧我这身子骨 这道练武场 这三圈两脚 这道散啊 这所谓这个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不可损伤 是为孝爷 对 基本上这个话 说得是一点都不错 这练功习武 不过是匹夫之勇 这武林道上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些当年轰动武林的 有少林派 武当派 昆仑派 峨梅派 峨梅派 这空洞派 新朝派 那好了好了 边海 我们是在这儿谈正事 谁听你到这儿来说相声啊 是是是是 是啊老爷 二夫今到 糟糕 五年来 我去躲一躲 你们别说我来过 老福敬吉祥 位子好 老福敬吉祥 快请起 达王爷吉祥 达王爷 这次商养好了以后 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水月山庄了 这些晚上 我接二连三地做了好些噩梦 每天晚上都吓得全身冒冷汗呢 妹子 你梦见什么了 我有的时候 梦见好多人在动刀动枪 杀得头破血流 连身惨叫 好不吓人哪 有的时候 我又梦见那些凶神恶煞 在那拳打脚踢 有的鼻青脸肿 有的口吐鲜血 哎呀 姐姐好怕人哪 哎呀呀呀 二夫今啊 您这个梦见 雪光 那是凶恶之兆啊 哎呦 老妹子 我看这不是闹得玩的 您还是 以小心为妙啊 爹爹 你不要再说了嘛 我心里好怕啊 这梦中所见 不是事实啊 哎 说得是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说妹子 你是太操心了 想的太多 所以你才会做噩梦 姐姐啊 这不是无稽之谈呢 这个人家说 梦里的事是罪灵了 说好的也许差一点 哎呀 说坏的啊 是八九不离神啊 哎呀 好好好 好了娘 别再吓唬人了 你看那方哥哥一下了 面无人色 直打哆嗦 姐姐 我找了你好久 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哎呦 娘 这大白天 你别再说那些梦了啊 淑芳 刚才我娘说那些梦啊 都是我胡着 骗我娘的 这没想到我刚告诉她 她就现炒现卖 真怪 好了 别在这儿跟我丢人现眼 跟我回去 走 这 这 这 哎呀 老天保佑啊 虚惊一场 嗯 啊 啊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疼呀 啊 那那那快拿药 快拿药啊 快拿药啊 这是 小的 祖传秘蜂配置的 这 疼一次吃一颗 疼两次吃两颗 不疼不吃 一疼就吃 闭上你的乌鸦嘴 爹 爹 爹 我 我胸膏好疼啊 好闷啊 我 我好像梦见 我梦见什么呀 梦见达哥哥走了 走得好快 走得好远啊 哦 您的达哥哥不在那儿了吗 哎 真是痴人说梦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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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也吹到了 爹 不疼 你 不要 快快点 爹 你 妳能感觉 好 好 好 你 多喝一杯热茶的 这儿子不好 女儿孝顺 现在能安慰爹娘的 求你这个乖女儿了 爹 你也不要瞒一下哥哥 要不了多久 他还是您的好儿子 自作孽不可活哟 船船船船失去 干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罪了也好 一罪 借千仇 哥 你有什么心事 不好跟别人说 你可以告诉我呀 哥哥 咱们从小在一块儿 你有什么心事 总是先跟我说 有什么秘密也绝不瞒着我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可是兄妹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从前 现在 将来 我们都是相依为命的 小花 我 是 是 你是最疼我的 你的快乐 就是我的快乐 你的痛苦 也是我的痛苦 哥哥 你有什么心事 告诉我 不要瞒着我 哥哥 你告诉我吧 我 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才不相信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哥哥 说出了也许心里痛快点 哥哥 你骗什么心事 不要骗我 不要逼我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嗯 姐 还想不着回来 搞什么意 事到今天了 你还活着 你不要赶我 我马上走 亮儿 走 你让他走 哥哥 搞什么意 亮儿 深天半夜 别再闹了 啊 哥哥 我给你沏杯热茶去 我 我不要吃 我要酒 不敢喝 还不敢 你在外边喝的还不够 还不够痛快 我 我要喝的烂醉 我 静儿 听年话 去睡去 Somebody Arng 我睡不着 添 mater 给我躺去 亮儿 听你爹的话去睡去 啊 爹 娘 要聽爹的話 要聽娘的話 可是你們為什麼 不聽孩兒說一句話呢 你 爹 你一定讓哥哥說好不好 等你酒醒了再說 不好 我現在要說 我現在要說 娘 你不知道 這話 埋在我心裡面已經好多年了 我要是不說出來的話 我會被逼瘋的 爹爹 爹爹 我去給你哥哥淒杯茶 讓他醒一醒 我清醒得很 我沒有醉 亮兒 沒有醉 說話可要有分寸 爹 你要相信孩兒的話 孩兒說的 都是真心話 我跟九華妹 從小就青梅竹馬 一起長大 整整二十年 我們相依為命 我們相依為命 吃了不少的苦 我也受了不少的罪 二十年 整整了二十年 我又苦苦地等了二十年 別說 是我喜歡的 我親愛的人 爹 就算是一件衣裳 你穿了他二十年 他再破 再爛 你也吃不得更加大的 爹 你知道嗎 直到我離不開酒 我也受不了他 爹明白你對九華的感情 你吸你的口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你們是兄妹 這兄妹怎麼可以 當然可以 她又不是我的親妹妹 她不是你的親生女 是你搶救出來的母親 爹 我為什麼不能夠 隨她為妻 還有為什麼不能夠 我們同場的媳婦呢 竹長 你再提起九官的身份 我絕不會拿你 爹 我是你唯一的孩子 為什麼你不能夠為我想想 爹为你想的更多 要是娶了九环 你反而会害了九环 这二十年来 我们同家为了保护这个孤女 提心吊胆 总算是老天保佑平安无事 这二十年来 追寻九环的凶属 没有一天放松着我 一不小心就会趁机而来 爹的身家性命早已置之动外 可是万一九环出了什么差异 那这件灭门惨案 就予无澄清之事 你应该了解爹的一番苦心 你要是娶了九环 你会暴露这宫女的身份 那凶手一定会找上门来 你这不是爱九环 你这是害了九环哪 亮门 你就死的这条心 断了这个念头吧 你跟九环 只有兄妹之情 没有夫妻之缘 这都是命 这都是命 这是你们安排的 你们为了恩情 道义 你们叫出了一个孤女 负责她的一生安全 是 你们是做到 而我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服事的道义 不是 不是你们的儿子 我应该尽义务 可是 我已经尽了二十多年的义务了 我现在要求快 我要我的幸福和快乐 我不能因为 上一代的道义 而牺牲了我自己的幸福 孩子 不要怨天忧人 原定三生 因缘是前世注定的 雨亮 这个男子汉 要开朗广阔的心胸 任何事情要拿得起 也应该放得下 我跟你娘 会为你留心 选一个实权实美的好媳妇 简直宁容注定 我不能娶她 是不是因为 那个傅晓月 是个有强有势的大少爷呢 雨亮 我不许你这么说 你难道忘了我的话 你们是师兄弟 就如同亲兄弟一样 兄友弟公 相亲相爱 我们不是亲兄弟 更谈不上受足之情 爹 我实在不明白 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儿子 而他 只是你 守得一个弟子而已 为什么你处处都要 护着他 偏向着他呢 不错 他有时候 把我当师兄看待 可是我并不领清 他是他 我是我 我这样的东西 亮儿 你可知道那傅晓月 他是 他跟我 没有受足之情 根本是同门师兄弟 你 你这个冲事 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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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场打得好 姑娘 我什么话要听你的话 可是 我认这个傅晓月 我绝对不认他 相对的 我也绝不养过他 来 你走 你走 你走出大门义父 永远都不要回来 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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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儿